弟兄姊妹 平安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 就是我们都需要耶稣 我们一起来念 路加福音第五章 从27节一直念到32节 让我们大家同声地一起来念 这世以后 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 名叫利未 坐在税棺上 就对他说 你跟从我来 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 跟从了耶稣 利未在自己家里 为耶稣大摆筵席 有许多税吏和别人 与他们一同作息 法利塞人和文士 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 你们为什么和税吏 并罪人一同吃喝呢 耶稣对他们说 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我来本不是遭义人悔改 乃是遭罪人悔改 我相信这一段经文 很多弟兄姊妹都非常的熟悉 特别是这一段时间的里面 有王培老师 他在教导着路加福音 当我们在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看到在五章二十七节一开始 这是以后 什么事情以后 当然是指前面的有一段的事情 发生之后 那我们如果说是 大家熟悉有圣经的话呢 我们大家都可以翻到 路加福音第五章的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 那里呢 我们看到了主耶稣怎么样 医治了一个摊子 那个摊子自己不能行走 他们把他 有四个人抬着他的钢架 把他带到耶稣面前 但是进不来 结果怎么样 从房顶挖了一个洞 把他卸下来 这么样大大的信心 主耶稣说 你的罪得赦了 你起来行走吧 这个摊子就站起来了 那么这件事情 跟我们下面所读的 立位 神耶稣呼召立位 有什么关系呢 这里就让我们看到 主耶稣不但眷顾我们 肉体的需要 我们肉体有行不动的 完全瘫痪的 完全走不动的 主让他得着痊愈 今天在立位记这里 对不起 在这个立位的身上 主要做一个 让他心灵 生命上的痊愈 生命上的痊愈 我们晓得 这个立位是谁 就是四福音的 第一个福音 马太福音的作者 立位另外有一个名字 叫做马太 当他以前 他在做税吏的时候 他一直用着立位这个名字 但是当他 信了主以后 跟随了耶稣以后 他整个人都完全地改变 这次以后 是接着两段事情 一个是肉体的疾病 一个是生命上的疾病 我们都需要神 来做医治的工作 当耶稣在 经过立位的时候 看到这个立位马太 主耶稣就对他说了一句话 你跟从我来 其实你跟从我来 这句话 就是信耶稣 最好的一个翻译 什么叫做信耶稣 就是跟从耶稣 跟从耶稣 主耶稣没有说 立位 你要信耶稣啊 主耶稣对他说 你跟从我来 在马太福音 主耶稣出来传道了的时候 走在海边 看到了彼得 安德烈 也对他们说 你跟从我来 对约翰 对雅各 他们在 补王的时候 耶稣也是对他们说 你跟从我来 这个 你跟从我来 乃是 信耶稣 最好的一个定义 什么叫做 跟从我来 跟从耶稣 信耶稣 就是把主权 完全地交托给神 你试试 你试试看 你到法拉圣 你喝着在 小井乡 你在马路上 你碰到一个人 你对他说 你跟从我来 你敢不敢 开口 我想人家一定 叫你神经病 我也不敢 怎么样随便的 但是主耶稣 为什么 一说了的时候 立位 马上就撇下一切的 来跟从呢 我相信 虽然圣经上面 并没有写 但我相信 当主耶稣 他看到 立位 的时候 看到了他 内心里面的苦楚 他的痛苦 他的无奈 他的空虚 他的绝望 所以 当主耶稣说 你跟从我来 的时候 立位 就撇下一切 来跟从了 主耶稣 我们要知道 税吏 税吏是什么样 的一个工作 当时 在 当时在这个 加利利海 在这个 加南美帝 整个的地 都被罗马 所控制 在罗马的政权的里面 在军事的里面 管理 那么罗马 管理这个地 他要抽税 他不用他自己的人 他晓得 最好是用 地方上的人 来帮他 收税 所以他这个 税吏 这个工作 是一个 招标式的 公开 招标 你们哪一个人 一年 给我 小的税 给我的税 最高的 我就让你 当税吏 所以 做一个税吏 不简单 他要懂得 这个 加利利 这一代 耶路撒冷 这一代 的 商业情况 他的 商业头脑 经济头脑 要非常的好 而且他怎么样 要数学 非常的好 他能够精打细算 你可以 招标 你可以 出高价 但你想不想得到 你怎么样 收回这个钱呢 你不但要 收回这个钱 而且还要赚 如果你要 赚得多 你 爆出来的 数目少的话 别人 来抢了 你的头 你招不到 标了 那你怎么办 所以这个人 一定是 数学很好 商业很好 也有政治手腕 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 我们晓得 立位 马太 是在 耶稣 十二个 门徒的里面 在所有的 门徒的里面 我不晓得别的 但是我猜想 他应该是 最有学问的 一个人 他的头脑的里面 就是要赚钱 就是要 得着最多 无论用 什么样的手段 来压榨也好 来欺骗也好 用恐吓也好 能够拿到 最多的的钱 就好 这是他的人生目标 但是多少年下来 他钱是有了 房子是有了 车子是有了 妻子是有了 金子有了 所谓的什么 五子登科 都有了 但是呢 他心灵的里面 完全的空虚 就在这种情况之下 主耶稣经过 立位 马太太的时候 就看到 他心灵里面的空虚 主耶稣就呼召他 你跟从我来 一个跟从 主耶稣的人 把生命的主权 完全地交在 主的手中 我们中国旧社会的里面 有所谓的 这个学艺 学武功 我们要拜师父 拜师父 那就是说 你把主权 交在他的手中了 他叫你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如果说是你要 学一门 这个厨艺 你拜了师父 将来好好地 跟他的学生厨艺 他教你做寿司 你第一个 就要晓得 怎么样洗米 打水 煮饭 不容易哦 这个寿司的这个米 要煮得好 不容易的 那你要一步一步地做 他教你怎么做 就怎么做 五根就要起来 就要打水 就要扫院子 就要做各样 你生命 整个地交托给他 今天 我们信了主的人 我们就是 在主的面前 我们把自己的主权 完全地交托出来 给神 保罗是一个 很好的例子 当他一信了主的之后 他说 我将万事 看作粪土 为要得着基督 所以他把基督 已经看成 他自高的 自保的 如果一个人 你能够看到一个东西 是你的自保 你愿意丢弃一切 你愿意忍受一切的苦难 为要得着那自保 多少人过去 一百年前 到阿拉斯加 去挖金矿 那个地方是 非常寒冷 非常艰苦 但是呢 多少的人的命 都肯丢在那里 挖 挖不到 挖了一点点 不管怎么样 他愿意摆上 为什么 他看那个是自保 今天我们信耶稣的人 我们有没有看到 我们信了耶稣以后 我们得着那永生的生命 是何等的可贵 我们常常想到 我这一生 我要怎么样 我要怎么样 你无论如何的飞黄腾达 算来不过百年 但是在神的 永恒的道路的里面 这个一百年 跟永恒的里面 有如伊丽莎 在海滩的里面 算不得什么 如果我们能够看透这一点 我愿意摆上一切 牺牲一切短暂的痛苦 短暂的享受 我得着永恒的希望 这个就是我们要认识基督 我们要得着基督 当我们 当我们跟随主耶稣基督 我们看耶稣基督 为至宝的时候 立位这里怎么说 立位他就撇下所有的 起来跟从了耶稣 什么叫做撇下所有的 撇下所有不是叫你 把你的房契拿出来 把你的银行支票拿出来 把这一切的 统统都奉献出来 神乃是叫你 要更新 要改变 你的人生观 要改变 我小的时候 不太爱念书 每天跟朋友 喜笑玩 在我们当中 有一些 可能从台湾来的 我不晓得 你小的时候 有没有玩过弹珠 我小的时候 我们就是打弹珠 我最喜欢打弹珠了 什么书 什么书都不念 我的朋友们 小学毕业了以后 考上省一中 考上省二中 我落榜了 我就进入了一个 私立的学校 讲私立学校 是很好听的 如果说换一个名字的话 太保学校 学校是很好 老师是非常一流 但是学生呢 都是考不上的 落了榜了的 来到这里来 学太保 学太妹 骑脚踏车 我记得以前 都把那个垫子拉高 那个屁股翘得高高的 看他们 我虽然瘦瘦的 没有这个力量的打架 但是呢 我就是看他们英雄 我就在那样子的 学校环境的里面 常常就给人家打弹珠 有一天啊 我拿着我的一大袋子 赢的弹珠 你晓得弹珠的里面 有的是水晶的 有桃花的 有黑的 有亮的 有白的 有红的 各样的 哎呀 那真是 琳琅满目 但是我赚了那么一大袋子 的时候 我在问我 你将来 你要做什么 你就靠这一袋子吗 我的同学 上了省一中 省二中 我都没有脸去见他们 我跟他们都断绝了关系 那么就这样子 一辈子下去吗 我的价值观 我改变了 我说我不能够再为这个弹珠 这么样的荒废了我的日子 我立下心志 我要考上大学 我就投悬梁 追刺骨 苦了三年 苦了三年 这个就是心智的改变 让你人生完全的不同 你今天如果还是在这个世界上面 为你的柴米油盐 在那里 津津打打算算的话 你的一生 你到了头来 你得着了什么 得着了什么 如果我们抓住了永恒的生命 在基督的里面 能够过一个喜乐乐的生活 这一切的东西 就像那弹珠一样的 一点都不值钱的 你以为是宝贝 那时候以前是我是当着宝贝的 是我的战利品 你看到多少琳琅满目 但是当我的人生观改变了的时候 我完全的走的方向不一样了 所以是心智的更新 而且撇下所有 是为着 是为着要得着基督 在二十八节那里说 立位就撇下所有的 起来 跟从了耶稣 耶稣说跟从我来 他就跟从了耶稣 而且在家里 为耶稣打败 言习 过去 立位 他收了很多的税 收了很多的钱 他常常在家里面 打败言习 但是一般的人 都不愿意与他为伍 那他什么样的朋友 税吏 和其他的罪人 人家看不起的 他把他们请来 这些人呢 都跟他商场上有关系 抽税有关系 跟这些税吏的人一起讨论 我们应该改什么样的方法 能够抽得更多的税 现在罗马政府 有什么样的改变 现在中美贸易战打起来了 那么我现在应该要策略 怎么办 我们赶快开个会 将来我抽税的时候 可以抽得多一点 这是他的朋友 今天他信了主 他一样的 验请他的朋友 还是那些税吏老朋友 还是那些罪人 与他过去一样的 但是目的完全改变了 他这个时候 他的目的是为了耶稣 所以我们看到 一个生命改变的人 我们跟从了耶稣的人 我们不但心智改变 我们的策略 我们的目的 完全都不一样了 而且 在二十八节说 立位就起来 就从碎关上面站起来了 跟从了耶稣 这是一个有行动的 教会里面 现在我们在推展 幸福小组 经过了这一次的特会 有许多的新的朋友 来到我们的当中 看到这个教会 哇 这个教会很有火热 哇 这个很兴旺 你们每一个弟兄姊妹 都是那么样有爱心 他愿意来 他愿意看 他愿意听 当他愿意来了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 就接待他们 我们就要有行动 我们来欢迎他们 而且在小组的里面 我们来介绍 耶稣 基督 他的生命 所以 一个起来 跟随耶稣的人 是有行动的信仰 而且是一个 有目标的行动 这个目标 就是 为着基督 耶稣对他们说 对谁说 圣经上面 告诉着我们 对着那些法利塞人 那些法利塞人 看 你怎么又跟这些 税吏 罪人一同吃喝呢 耶稣就对他们说 无病的人 用不着医生 有病的 才用得着 我来 本不是遭义人悔改 乃是遭罪人悔改 有病的人 没有病的人 谁是有病的人 我这样子问好了 谁去看医生 你们有没有人 不看医生的 我记得 我在医院里面 工作的时候 有一次开会 大家坐在一起的时候 有一个医生 他是蛮有名的医生 他写了很多的论文 发表 他讲了一句话 我一直没有忘记 他说 世界上面 没有一个健康的人 他不是基督徒 他是一个医生 站在医学的观点上 他说了这句话 他说 一个完全健康的人 是不死的 immortal immortal 哪一个人不死 我们都不完全 但是既是这样子的 那么为什么 有人不去看病呢 有很多原因的 一种人是 认为自己 非常的健康 我们平常 我们都很健康 看起来都很健康 但你知道吗 你的口 如果拿一个棉球棒 蘸一蘸 到那个培养名里面 画一画 三天以后 你就看出 你的唾液的里面 有上万的细菌 但是我们今天 没有生病 没有感冒 是因为我们有抵抗力 但你的抵抗力 能够支持多久 人家说 小病不断 大病没有 小病没有 你要小心了 大病一来 你就 一个感冒都会叫你 几个礼拜 爬不起来 那么还有一种 什么样的人 他不愿意去看医生呢 他自以为 没有病 可能毛病一大堆 但是他就说 他没有病 他不愿意去看医生 还有一种人 是什么样的人 不去看病的 这个 伪记 记忆的 伪记 记忆 哎呀 我不要去看病 你看了病啊 没病也给你说出 有病来 这医生总会 给你找出一些毛病 然后呢 就要你住院 要你打针 要你做这个 要你做那个 他要赚你的钱 他有这种思想 所以他不愿意去看病 还有一种人 什么样的人 不去看病 怕打针 怕开刀 他明明知道 自己有病 但是他知道 去看了的话呢 就是打针 就是开刀 就是要吃药 就是要痛苦 他拒绝 他不愿意 还有一种人 在我们当中 很多很多的 就是忙 忙 忙 忙到后来怎么样 拖 拖 拖 你看那个忙字啊 是一个心 自旁 旁边是一个王 心死了 你不看你自己了 你不看你自己的事 不照顾了 就忙啊忙啊忙 无头苍蝇一样的 忙到最后怎么样 都把事情拖下去了 小病变成大病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 可以看得到 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我们需要怎么样 定期检查 还有一种人 会去看医生 他怎么样 他怕医生限制他 他知道喝酒喝多了 对肝不好 但是我要去看医生的话 医生一定告诉我 不要再喝酒 我每天抽烟抽烟 我不去看医生 因为我知道 我去看医生的话 医生一照X官 我的肺都黑了 他会叫我不准抽烟 我不去看医生 因为我太胖了 哦 我这个血糖太高了 我又喜欢吃甜食 但是我去看医生 医生一定告诉我 不要吃 所以我不去看 多少的人 不肯信耶稣 多少人不肯 你邀请他 他不肯来教会 岂不就是这些光景吗 你们到教堂的人 说得难听一点 你们都有病 这个平常我们骂人的时候 你这个有病啊 你这个人 他们就说我们 来到教会 因为你有需要 我不需要 但有的人明明知道自己 有需要 但他不愿意来到教会 他不承认自己有病 我们看到在这种光景的里面 我们做幸福小组的弟兄姊妹 我们能够了解到这种情况 我们就要用我们的求神 给我们智慧 来帮助他们 来回转过来 在这个三十一节那里说 三十二节说 耶稣说 我来本不是遭义人悔改 乃是遭罪人悔改 主耶稣说 我来 我们知道我们的人 我们都是从地上 父母所生 将来有一天 我们能够归到天家上去 但唯有我们的主耶稣 祂是道成了肉身 从上降下来 而又复活 升天 回到那里去 祂将来还要再来 在这个真理的里面 我们看到 祂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 是盼望 是给我们喜乐 是给我们长远的 所以在这个长远的里面 我们能够放下短暂的 多少的弟兄 多少宣教士传到人 他们为了要把福音 传到中国 传到欧洲 传到非洲 传到各个地方 穷困的地方 他们愿意把自己摆上 一生牺牲 他认清了一点 这个短暂的苦楚 为的是得着永远的荣耀 如果我们没有看到 这个永远的荣耀 我们永远是活在 那个当今的短暂的日子的里面 所以我们真是要打开 我们的眼界 让我们能够看到 主带领着我们 祂要给我们看到 祂生命的可贵 祂生命的永恒 有一个九徒 他大学毕业 在台湾 大学毕业 他读的是经济 毕业以后要服兵役 刚好那时候就把他 派到金门去了 在金门呢 我们晓得金门高粱是很好的 他在那里服兵役的时候呢 每天就小酒 小酒 小酒完了以后呢 就大酒 那就喝得经常是醉乎乎的 好 服完兵役以后 三年了 他变成了酒鬼 毕业了以后找到了工作 在银行的里面 做一个会计 做一个会计 慢慢慢慢升升升 升到负的协理了 相当不错了 但是呢 他每一次应酬的时候 就是喝得个醉醺醺的 醉的 结果把工作 把什么东西都弄糟了 结果主管看不惯了 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就跟他讲 你两年 我现在给你留职停薪 你两年以后 你如果还继续喝酒 醉酒 你就不要再来上班了 但是呢 我希望你能够戒掉 所以他就到了戒毒中心 戒毒中心里面 没有办法戒 就非常的苦闷 他真是说 我愿意戒啊 我戒不掉啊 在戒毒中心的里面 有一个朋友 跟他传了福音 跟他念到 罗马书第七章 我真苦啊 我心里所愿的 我不能做 我所不愿意的 我反而去做 我这取死的生命 我自己没有办法掌控 我没有办法 我完全失望了 但是当那个弟兄念了 这一段完了以后 说我们感谢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 靠着他赐给我生命 以圣灵的能力 使我胜过了这一切 他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 大哭啊 他说我一生 本来是学得好好的 我本来有所作为的 结果被这个酒 经所困住 今天读了这一句话 把我的心打开了 他说我要信耶稣 他结果就马上立志 祷告 接受了耶稣基督 在教会里面受洗 休息了以后 他生命就改变了 他闻到酒味 他就说那个是罪恶 他就拒绝 不要再喝了 他很奇怪 他说为什么 我以前见到酒就是香的 今天我见到了酒味 我就觉得是罪 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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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我就拒绝了 我就断掉了 他高兴得不得了 结果他就准备回去上班了 但他那天晚上 祷告了的时候 主啊 是你救了我 是你的恩典 是你的圣言 你的圣灵感动了我 拒绝了这一切的恶 我愿意放下 我所有的一切来跟随着你 结果呢 他就去读神学院 读完了神学院以后 毕业 他出来就在戒毒中心的里面 做牧师 再来传道 我并不是说 每一个弟兄姊妹 当我们的心智 更新改变的时候 都要做传道人 都要做牧师 都要念神学院 但是靠着神的感动 神的带领 神的计划 我们来行 神所托付给我们的 今天教会 有幸福小组的开展 幸福小组的开展 也就是叫我们出去 看到那些有需要的人 心灵里面忧伤的 肉体里面有疾病的 我们为他祷告 借着神的能力 来做医治的工作 不但是肉体的得着医治 让我们心灵里面 有忧伤 有痛苦 有空虚的 得着了帮助 得着了能力以后 生命能够完全地改变 今天在我们的当中 我相信有一些弟兄姊妹 你在心灵里面 你可能有空虚 你可能有需要 你在肉体里面 你可能有疾病 有痛苦 你说我是不行了 但是在神说 没有难成的事 所以我在这里 我愿意问大家 弟兄姊妹 在我们的当中 如果你有愿意 说主啊 我跟从你 我需要你 我们把自己的手 就举起来 让神的灵 来充满你 来医治你 再释放你 在我们的当中 有没有弟兄姊妹 有愿意的人 接受耶稣基督说 我需要耶稣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哈利路亚 放下 放下 我们每一个人 都需要耶稣 都要受神的带领 来教导我们 今后 我们把这个 短暂的日子的里面 我们看作 粪土 为要得着那至宝 我们来一起 我们来唱一首诗 我们需要耶稣 因为这一首诗 我觉得 非常的简单 我们今天唱的是副歌 但是这个副歌的里面 告诉着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 都需要耶稣 我需要耶稣 你需要耶稣 人人都需要耶稣 人人都需要耶稣 要脱罪肝 需要主 要得平安 需要主 要面证的 用神 你需要耶稣 主我们来到 你的私人宝座前 我们谦卑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 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 主啊 能蒙你自己的拯救 你在十字架上 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丹 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承认 我们需要你 当我们有愿意的心 来接受你 做我们生命的主宰 让我们的心智 完全的更新改变了的时候 让我们一生来服侍你 满油充满了 你的喜乐与平安 愿主你自己祝福 弟兄姊妹 那些举手的 那愿意的 心中已经愿意 交代住你自己手中的 都愿主你自己 大大的祝福 按着你丰盛的慈爱 你来眷顾我们 我们感谢赞美 祷告祈求 乃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